古法宋香鸡 肉香 枣香 这就是在传承的情况下又提高了 哇 天呐 古法宋香鸡 是根据月太一个改编过来的 我们现在开始把鸡给改了 我估计您得用刀 没说错吧 对 来 就是这鸡腿肉就行 这酒给我摆这鸡皮凳下 它好熟点 我做菜它没有来厉害 就是根据原来师傅学的 稍微变通一下就行了 这儿给它切一刀 然后稍微片一下 我们改点刀 这鸡花刀便于成熟 对 大条 这菜简单 省事 这鸡腿肉有点多了 先腌上它 这条气势 就是葱姜黄酒 老黄狗的黄酒 我先腌它一会 腌它一会 白天到舍也炒 这火不能太大了 搁点油 一盖大油 再搁点油 再搁点油 再搁点香油 行 三会儿油 这香味出来了 豆豉 豆豉切碎了 蒜蓉 翻炒 你看香味出来了 这个陈皮 慢慢的就出来了 四种料都切碎了 慢慢的煸出香味了 行 我这先炒了 先割回去 我这就做一个调料 让它再放凉了 陈鸡 甘蔥 蒜蓉 豆豉 这几个味儿都属于比较翘的 孙哥它割奶子是很有道理 这吴迪也有 这吴迪也有 我这错了 我再不好意思了 调味了 这个就行了 然后这个半生味就可以蒸了 蚝油 酱油 黄酒再来点 黄酒跟鸡也挺绝的 这就是直配 肯定是 胡椒粉再来点 行 好 好了 来点滴鸡 枣儿 黄香 木耳 刚才炒来一样搁点吧 怎么样 这点油这鸡吃进行 淀粉 行了 好了 行 跟它穿上那一个薄薄的外衣一样 你别说你拌的这个 我一看就行 来点香油 来点香油 好 再来点粉的醋的一下吧 这鸡饭老抽 鸡饭老抽 来点 来了吧 粽子叶吧 给它 来了来了 咱没必要包冻的 包冻的时间也长 这个呢 都会搁两个 一两个 然后一个枣 一个防花 那这个木耳 来点防花 其实就这么卷它就行 是吧 好 来 来 扩人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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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饭 好 好 就香给你了 来了 亮哥来了 亮哥 搁点水里边的 你看看 搁点叶子照一下 对 是不是 这都行 你看不见 这种香味更浓 做菜里得好吃还得好看 来 开火 二十天 开火 大火烧开 18分钟 嘿咋 不错 真棒 行 挺好 今天 Crow 这种香啊 天呐 好吃吗 好香 肯定香 肉香 枣香 尤其是你吃到盏着那果枣肉 那味儿又生化了 好吃 好吃 这比粽子还好吃呢 是吧 不停 鸡皱里又割了枣 木耳 黄花 满口流香 你看我这嘴 孩子 这就是在传承的情况下又提高了 你使用了一些月菜的方法和手段 陈皮的那种香气的回味 使这味道更加丰满 然后蒸起每年把它都做点 我们也多吃点 一个月菜的古法��的 配料蒸法 喝到今天 然后调料有些变化 其实现在追求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健康 吃这棉的 糯的 有些老人缺蛋糕的不适合 这个就适合 而且这个如果说你要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把这鸡包成纵的心 这匹包颜色很强 这个油 多余的油它就走了 就开始这个油稍微大一点 炒这个豆豉 干葱 蒜蓉 陈皮这四种料 其实对这个菜黄龙见精了 这个味道一下提醒了 就提出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这道菜 为什么全程都用大火去蒸点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